其实张门球其实也是薄下性非常强的 会给人造成很大的压力 特别是反手 而且在这个高原的话 他反手更加强感觉 那球更加顶 所以说在这其实是非常的难打 然后在自己在准备上 其实也有准备 但是有很多球也是超出自己想象 特别是第二局第三局 也是打了很多一些球 总是在自己可能在进攻的时候 就被这张转回来 其实有时候自己也要去调整一下 这是林高远拿下张本志和后 对于对手的评价 两人的每一次交锋都相当刺激与激烈 这一次也不例外 林高远在首局拿下对手第二局告负的情况下 第三局17比15艰难取胜 之后以一记精妙的回球11比9结束战斗 他自己也是忍不住庆祝了一番 这场比赛看下来 林高远不仅复仇成功 而且更坚定了 期待以后面对张本 这样的表现会成为常态 毕竟林高远的技术能力从来就没有问题 他差的或许只是自信 本集完 本集完